今天我们要说的是 中国文化的底色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儒道互补 有人说儒家在中国文化中是显学 道家则是隐学 换句话说呢 那就是儒家是主流 道家文化是暗流 那这么说是不是说中国文化 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主 这样说也不是很准确 大家想一下 假如只有儒家而没有道家 中国的传统思想就会失去一半的光彩 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一个色彩丰富的调色版 那么儒道互补就是底色 或者说是中国文化之树 生长的根基就是儒道互补 还记得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佛教的流传也受到了儒道的影响 即使后来佛教传入中国 也同时受到儒家道家道教的影响 到中国完全成为了人间佛教 并且这种人间佛教呈现出很大的世俗化倾向 最终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三教河流的情况 这不仅让我们想到这跟西方的宗教发展有些不同 西伯来文化也发展出了犹太教基督教 他们跟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基本同属于同一个地理地区 最后却越走越远 简单地说 儒家把道德看得极为重要 所谓内圣 外王 就是关注自我的提升以后 再去治理或浮于社会 这就是儒家所说的入世 也是儒家的基本逻辑 而道家是要求我们出世 在天然和顺其自然中 再回到社会中做一个反谱归真的人 儒家要求我们自强不息 要有为 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而道家要我们无为 对个体的身心修养提供了一定的保护 所以有人说 如道互补就是用入世的态度出世 再用出世的态度去入世 这样就达到理想追求与顺其自然之间的平衡了 有人说儒家思想是世界上道德资源最丰富的哲学 以至于由于过于强化道德 进而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如果这样说 如果这样说那么道家就给我们一种自由的超越 给中国人留下了宝贵的养生文化 也给了我们思辨的智慧 比如我们认为两个人相濡以沫 是令人敬佩和赞许的感情 但是庄子还有一个观点 就是不如相忘于江湖 那这就显得更打管了 这种想得开 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俗话说 儒家让中国人拿得起勇于承担责任 道家让中国人学会了放得下 忘掉名利束缚 佛教则让中国人想得开 达到智慧解脱 中国历史上很多文人的人格构成 都有儒道互补和佛教的影响 比如唐朝的李白 杜甫和宋代的王安石 苏东坡等名人 他们在人生得意和失意 顺境和困境中 都用儒道互补来支撑自己的灵魂 林语堂就曾经说过 道家及儒家 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或者说 儒道互补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心灵解药 儒道互补构成了中华文化和人文历史发展的 基本线条和脉络 也从哲学和学术思想变成了我们的日常文化